从九章开始到十一章 一直在处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救恩的问题 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作为今天我们中国人基督徒也好 韩国人基督徒也好 往往感觉到犹太人跟我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实际上就像我上主日所谈到的 无论是从保罗在处理罗马书救恩的问题上 无可避免的要讨论犹太人的问题 这个不仅是当时教会里面 罗马教会里面是混合型的教会 罗马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 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包含了万邦万族 因为巴比塔事件之后 就已经在地上形成了各种语言和文化群体 所以上帝在列邦当中 在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家庭当中 上帝首先捐行了亚伯拉罕 与他立约的时候 就已经包含了万邦万族 所以这是其他民族上帝向着不是人 向着所有列祖的救恩的计划 从亚当一本出来的万族 万族都是他拯救的对象 我这里不是教导那个普救论 万族里面要招他所预定拣选的那些人 福音要向万族传扬 所以他要从万族当中拯救那些他所要拣选拯救的人 那么因此无可避免的就要讨论犹太人这个民族 更何况从救赎进程 从这个救赎史来看 上帝先传给福音给犹太人 后传给希腊人 先临到犹太人 上帝要透过犹太人这个民族 作为列邦当中的一个中间的桥梁 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宝 无论是先知的国度 还是祭祀的国度 还是君王的国度 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 让福音临到万族 所以成为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吗 然而这个英雄虽然是最终成就实现在 耶稣基督身上 因为犹太人失败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福音先传到给犹太人 因此我们谈论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避开 无法避开犹太人的问题 特别是大家读圣经的时候 旧约的时候 绝大部分都是谈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除了创世纪这个十一章 之前一章到十一章 是全人类的这样的共同的历史 但是十二章开始就讲犹太人 以色列人 虽然那个时候不成为犹太人 是以色列人先祖 犹太人先祖的问题 所以我们无法避免讨论犹太人的问题 那再有就是对于我们今天 我们在进一步像保罗的讲论当中 犹太人在旷言也好 在旧约当中也好 很多的反应呢 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最鲜活的警戒 当我们看到犹太人 上帝虽然恩典性临到了他们 但是因着他们自己的刚硬和不幸 就拒绝了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活活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虽然是极大的讽刺和笑话 上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竟然不接待他 所谓热心盼望弥赛亚的人 竟然弥赛亚来了 竟把他拒绝 并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极大的讽刺 这个宇宙当中最愚蠢的 恐怕是犹太人没有别人了 那最智慧的当然也是犹太人 最愚蠢的也是犹太人 论做生意论什么高科技 基本上都是犹太人的天下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 控制什么政治经济高科技的 基本上犹太人 那但是最愚蠢的也是犹太人 为什么 他们竟然把自己上帝 应许给他们列祖的那位 他们热切盼望的那位弥赛亚 给定在十字架上看走眼了 没有认出耶稣是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他们的失败 是我们的警戒 因此我们不可避免的 去看犹太人的位置 他们的信仰等等 那特别是我们看到 保罗在处理救恩的问题上 从救赎使上帝永恒的计划 在历史当中展开的过程 不可能避开犹太人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讨论了犹太人 为什么上帝先与他立约 结果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呢 特别是保罗时代那些犹太人 刚硬到处去抓保罗 到哪里就去跟到哪个城 然后去搞乱 去搅扰保罗等等 要弄死保罗 要逼迫保罗等等 这样的情况如何去理解呢 然后保罗就说到了 实际上犹太人 他们之所以不信 是因为他们刚硬的缘故 之所以他们看着好像没有得救 然后是因为他们刚进了缘故 而且他们的刚硬也是因为上帝蒙蔽了他们 使他们宴席变完网络 什么使他们要等等 总之赐给他们昏迷的心 使他们无法明白 然后在这样的讲的过程当中 因为会众当中也有外邦人 也有犹太人 犹太人就可能一方面很生气 另一方面外邦人可能也洋洋得意 你看我们虽然是外邦人 但是我们信了嘛 所以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怎么怎么的 所以有人就误解 可能犹太上帝是不是永远抛弃犹太人了 是不是永远抛弃以色列人了 所以从十一节开始就谈到 一方面谈到了上帝并没有完全抛弃 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 这个拣选是指民族性的拣选 然后同时也教导外邦人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同时处理了两个大的主题 一个是外邦人的看似跌倒的问题 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永远被神抛弃了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外邦人你们虽然现在信了 但是不能因此骄傲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十一节保罗同样是以这种修辞方法来开始 我却说他们失足 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 断乎不是 难道他们失脚是让他们跌倒吗 跌倒这个概念是象征着战争完全战败 灭亡的意思 他们暂时失脚 这个失脚是指前面他们的不信 整个犹太人 当然这个他们是指整个以色列人 整个犹太人 因为他有前置词 先行词 他们的腰 他们的宴席 他们的心 是指这些刚硬不信的以色列人 他们 那他们不信刚硬 拒绝就恩 难道他们就永远灭亡吗 是这个意思 保罗说 断乎不是 为什么呢 他做了个简单的解释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妈发愤 什么意思 他们跌倒了 他们不信 他们拒绝福音 福音反而因此临到了外邦人 注意 上帝已经救恩计划里面包含着外邦人 只不过是战略性的上帝先把福音传给亚伯拉尔和他的后裔 让他们甘心顺从做祭司的国度 甘心愣意去把福音传给外邦 见证上帝的荣耀 宣扬福音 但是问题是这一帮人 他们独占了福音 试图认为这是他们骄傲的资本 上帝把律法托付给他们 结果他们以律法为骄傲 他们不愿意传福音给外邦人 他们没有领会到亚伯拉尔之约 上帝给亚伯拉尔的应许 那个万族 你们得福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发现甚至第一代的基督徒 使徒们他们也不明白这一点 耶稣跟他们讲了很多 甚至临终之前 升天之前告诉他们 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 不只是一民 你们在你们自己民族里面民族化就行了 他是万民 往普天下 万民 已经说了 很清楚了 但是我们看到 当临到使徒新传一章里面 让我们看到 他们还是在关心 他们自己民族的复兴 以色列国到现在吗 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到现在吗 然后耶稣对他说 领受圣灵之后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到撒马来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已经跟他们讲了 领受圣灵了 二章开始 但是领受圣灵之后的使徒们 他们还是不肯向外邦人传福音 总是给犹太人传福音 后来呢 上帝就用逼迫打散了他们 结果就像被打散的一盘的豆子一样 种子一样散落一地 结果这个面积就扩散出去了 对不对 被赶到各处的这些基督徒 在各处开始传道 菲利到了什么萨玛利亚 是不是 甚至后来我们看到使徒彼得 他还是住在耶路撒冷 对不对 圣灵感动他 然后他祷告的时候 看到异象 那个降下来的四角的布 顶上包着那些犹太 按照立位记里面 看是不洁净的那些爬虫 那些动物 然后圣灵告诉他拿起来吃 他就说哎不行 这个我不得吃 因为旧约律法上 从小就学习律法 告诉这些不洁净 我都没吃过 然后圣灵就告诉他 神所洁净 你不可说误会 然后后来连续几次以后 后来他就纳闷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结果这个时候 门口就有人来邀请他去讲道 是外邦人到格尼利亚家里面 格尼利亚就派人去邀请 也是在圣灵的引导下 告诉启示下 让他去邀请这个 彼得去讲道 结果彼得就顺从了 是不是当时也带着 其他弟兄们一块去了 那就打破了他这个根深蒂固的 这种犹太主义的这种概念 即便如此 甚至他已经经历这样的事情 后来保罗来了 后来他这个道具传道了 大家就你好我好 都是主内的 我看了原来各处 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 反经为主名的都是为神所悦纳的 他不讲道这样讲吗 然后就讲完了就吃饭吧 对不对 吃着吃着 听说耶路撒冷派的这些使团们要来了 就吓得赶紧站起来收拾收拾 躲到一边 好像我跟外邦人没一块同袭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根深蒂固的犹太人的观念 犹太人不可跟误会的外邦人同袭吃饭 在他们的传统当中是不解 所以你发现经历上帝这么清楚的启示 亲眼看到圣灵这样在那些信福音的外邦人身上 就像当时他们领受一样的这样的印记 圣灵都接纳他了 神都认证他们作为自己的儿女了 难道他有时候不可接纳 但是他还是改不了这个固有的观念 所以诸多的证据都证明 犹太人在主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情上是失败的 他们独占这个福音 独占律法 认为自己是唯一的选民 然后不肯向外邦人传福音 连信基督的这些使徒们犹太人 他们里面骨子里面也流露出这些障碍 这些他们认识上的这些评价 这种局限 他没有办法跨越这个 他们后来被神的大能才改变了 纠正了对不对 这些不信的犹太人更是如此 对不对 所以他们始终在传福音 宣讲福音给万族的这件事是失败的 但是正因为他们的不信 原本是上帝期待他们主动的顺从 把福音带给万族 这是神的计划 正因为他们没有顺从 上帝就夺去这个福音的权利 把福音从他们中间夺去 传给外邦 这是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 领受圣灵启示的时候 上帝差遣他说的 让他往福外邦去传福音 往福音传给外邦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理解 犹太人原本神计划他们的这个位置 但是他没有主动顺从 然后上帝不得不 因着他们的不信 然后传给外邦 前面保罗也解释了 上帝把众人都圈在律法之下 圈在不顺从之下 故意要怜悯 让所有赎血气的人 没有一个可夸口的 犹太人他们因着他们的不信 他们拒绝了 然后福音领导外邦 外邦人更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对不对 因为本来就不配 然后结果领受了不配的恩典 他也没有可夸口的 犹太人也没有可夸口 所以上帝就把众人都圈在律法 圈在罪之下 然后故意怜悯那些不配领受怜悯的人 恩典的人 让他们没有一个可夸口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保罗就解释 他们的视角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公用就是让他们的过时 他们的不信 福音领导外邦人 这是神的智慧 然后反过来呢 借着外邦人的信 去激动犹太人发愤 发愤的意思就是嫉妒的意思 刺激他们 他们自己认为我是神的选民 结果被神丢弃了 外邦人反而信耶稣了 反而相信了 被神接纳了 领受恩典了 然后他们因此生嫉妒 刺激他们转向神 这是神的智慧 和西亚书里面也不是说到了吗 上帝要利用那个不是我民的百姓 要向我的百姓传福音 说话 这是对犹太人极大的羞辱 犹太人就觉得自己是神的百姓 然后觉得他们拥有神的话 结果利用他们瞧不起的外邦人 向他们传福音 激发他们 激励他们 让他们来寻求神 这是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教学法 上帝展开他救赎计划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再插一个小片段 就是上帝在永恒当中预定了 前面已经谈了很多拣选和预定 犹太人 那些信的犹太人 信的人是取决于神的拣选 神乐意施恩给神 就施恩给神 拣选谁 在乎拣选 预先知道 就预先定下来 然后就招他们来 招他们来 就称他们为义 称他们为义 就让他们得荣耀 等等 这是在乎神的拣选 上帝在创世之前 拣选谁 我们不知道 那个终极答案 我们不知道 那个终极的名单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上帝在历史当中 展开他救赎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看到 好像给犹太人传福音了 失败了 又临到外巴 然后外巴人信了 又反过来寄 这是上帝展开他奥秘旨意 执行他旨意 在实行方式和手段上的 我们只能看到这个现象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谈论现象的时候 上帝 比如说上帝要救蒙 拣选的人 预定的人 借着信 应许他们信 所以信的人就得救 信的人就有份于神的国 这是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的 对不对 然后也透过亚伯拉罕的后遗想 要传给列邦 所以救人的方式是 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 定死者加上流的血 成为赎罪的公价 那如何与耶稣基督有份呢 相信 白白的相信 领受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信靠耶稣基督 就可以得到赦罪嘛 所以上帝救人的方式是 透过他的儿子来成就 然后借着信 让人领受 他儿子为我们所赚得的救恩的福气 这是方式 所以我们谈到方式的时候 包括先临到外邦人 犹太人后 又临到外邦人 然后外邦人再激励他们 这都是上帝救 他创世之前预定的那些人的方式 我们谈论方式的时候 就不要用那种预定论的概念 去考虑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上帝不只预定了人最终得救 哪些人得救 还预定如何拯救他的方式 当我们谈论方式的时候 就不要把预定那个问题拿出来 为什么 这样的话你就会混乱 现在谈人的责任 犹太人不信 所以上帝拒绝他们 把福音传到外邦 然后你就把这个概念又拿预定来谈的话 那上帝是不是失败了 上帝预定的就永远不会失败 这个就是跳线了 跳线 在这个轨档上跑的真理 就要按照这个真理去思考 所以我们说不要用我们的哲学 用我们的逻辑去学足视旅 就不要用我们的逻辑 硬套圣经 把圣经就给碎片化 或者是他的丰富和全面性给狭窄化 为什么 圣经在描述人的这个层面 上帝实行他计划这个层面 上帝应许要借着信 不信的他就灭亡 不信是因为犹太人的不信 所以他灭亡 那你就不要拿那个终极的答案 他如果是选民的话 他当然不 这个不是讨论那个选选的问题 不是讨论神的那个问题 是讨论神的计划 在历史当中展开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因为我们的大脑 没有那么丰富 所以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集中一个主题去处理 那你在处理A主题的时候 你把B又扯过来搞的话 我们自己又把自己的CPU给烧掉了 自己搞的弧度理解不了 好像这个真理矛盾似的 不是的 所以这里面谈到的是 他们神弃绝他们 难道上帝拣选的失败了吗 拣选的问题现在不是谈这个 这是谈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问题 现在为什么以色列民族 整个民族绝大部分人不信 因为他们自己不信 所以上帝弃绝他们 然后把福音临到外邦 然后反过来 借着外邦人悔改信主 去刺激他们让他们悔改 所以这是简单的做了这样的结论 然后十二节 他就开始进行说明 若如果他们的过失为天下富足 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富足 何况他们的丰富 这里面有点复杂 若他们的过失 就是他们跌倒不信 因着他们的不信 福音临到外邦了 然后外邦人因着信就变得属灵富足了 那么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富足 他们因为不信 外邦人信了 然后他们因为不信带来的属灵的贫穷 外邦人因信带来富足了 那假如说他们信了 他们的丰富呢 他们的丰满呢 言外之意 岂不让外邦人得更多的负胜吗 所以他就把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联系起来 不只是领受福音这个关系 不只是神在永恒当中救恩的那个整体对象 已经包含了犹太人外邦人文 是涉及到福音在历史当中展开这个过程的时候 上帝先让犹太人领受福音 结果他们不信 他们在属灵上跌倒了 贫穷了 然后反而因着他们的跌倒 福音临到外邦人 外邦人信了 所以他们领受了在基督里的丰盛 是不是 那如果因着犹太人的失败 我们外邦人经历丰盛 经历这样的富足的话 那么如果有一天犹太人信了的话 悔改了的话 岂不我们更享受更多的丰盛吗 言外之意 所以这里面把外邦人的益处和以色列人 他们的状态联系在一起 然后十三节说 我为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罗马教会里面绝大多数外邦人 有少数犹太人 所以他对他们讲 我因为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我敬重我的职份 保罗自己是犹太人 西伯拉人 他当然爱自己的同胞 但是因为外邦人的缘故 他按照神的启示去教导一些真理 然后虽然他是做犹太人 犹太人 但是上帝却拆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 向外邦人 非犹太人传福音 所以他非常敬重这个职份 不轻看这个职份 所以他热心地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但是他同时也关心自己民族的救恩的问题 对不对 十章开始的不是他说了吗 他证明犹太人是有热心的 他所盼望的就是他的同胞得救 对不对 虽然他是外邦人使徒 所以我敬重我的职份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情 连他用的措辞都很有情感的 我的同胞 我的骨肉之情 你们不要误解 我保罗作为外邦人使徒 我就轻看犹太人 瞧不起犹太人 不关心他们的救恩 我自己也是犹太人 我自己也深深地挨着我的同胞 其实就也化解犹太人对保罗的误解 好像保罗传一个废掉律法的福音 犹太人误解 就像误解耶稣一样 所以就恨 好像保罗要颠覆我们传统的信仰一样 第一信仰的问题 第二保罗可能故意仇恨自己的民族 犹太人天天就是讨好外邦人 然后说犹太人不好 他们是不是不爱自己的民族 不爱国呀 不爱自己民族呀 保罗时常提醒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样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情 就是说当他传福音给外邦人 外邦人得救之后 激动 前面也说到了 激动 救恩便连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这里面十四节说 激动我骨肉之情发愤 一样的 发愤什么意思 让他们产生嫉妒 以至于热心去寻求神 好救他们一些人 十五节 若他们被丢弃天下人与上帝和好 他们被收纳 岂不要死而复生吗 外邦人因着犹太人被丢弃 为什么被丢弃 前面他们不信 他们不信 所以上帝丢弃他们 这个不是个人性的 是整个民族 因为当时整个以色列民不相信 犹太人不相信 所以他们被神遗弃 然后外邦人因此就有机会信福音 然后与上帝和好了 他们被遗弃 外邦人与上帝和好了 然后他们如果有一天被收纳的话 他们悔改信的话 被收纳的话 那我们岂不更要死而复生吗 所以被和好是仇敌与上帝和好 复活是更进一步的 更高级的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谈到了犹太人的信 不信和外邦人的信 恩典福利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把他俩融合在一起 不是分离来谈的 不是分离来谈的 所以其实出于幕会的角度也是这样 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产生这样隔阂的时候 保罗面对这样的会众讲道的时候 是巴不得他们之间互相理解 在救赎计划当中各自的角色 彼此误解 所以让他们在一个救恩计划里面来思考 然后十六节 所以所献上的新面若圣洁 全团就圣洁了 树根若圣洁 树枝也圣洁了 这个理解很难 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那一笔 有人说树根就是指以色列的先祖 其实上帝如果是一开始就与先祖立约的话 这个约是不废弃的 正常的话 植物的根是正常的话 树就会正常 然后果子也会正常 所献上的新面可能是涉及到献祭的问题 新面是初熟的那个麦子 磨成的可能是磨成的面 献上的祭是个圣洁 整个团就圣洁了 然后十七节 若几根枝子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树就谈到了 以色列人的不幸跌倒 好比一棵树 树根是先祖 上帝与他们立的约 然后这个以色列人的中间有一些人不幸 就像被枝子折下来 然后外八人呢 归入到这个福音里面了 就好像野橄榄树的枝子被架接到这个正常的家的橄榄树上 接受这个根的飞植 这就是神亚伯兰之约嘛 福音先临到犹太人 上帝的祝福先临到他们 他们先信 然后透过他们传福音 实际上福音也真的这么传开到 因为第一代传福音的都是使徒嘛 使徒基本上都犹太人嘛 他们是以色列民族当中的那些渔民 他们被耶稣护照 认识耶稣 然后虽然一开始也是跨不了这个民族的这个障碍 但是他们至少也是信的犹太人福音临到外邦嘛 所以外邦人作为野橄榄树的枝子 接受这个加橄榄树的这种肥枝的滋润 透过犹太人 最大的犹太人就是耶稣对不对 然后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嘛 然后领受这个恩典的好处得到肥干 所以这里面强调什么呢 我们今天领受的恩惠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是透过福音先临到犹太人 然后将福音临到我们的 我们与这个真正的犹太人基督连接 然后我们接受这个上帝应许先给亚伯拉罕 以色列人犹太人先祖的那个祝福 我们才与他们的有份对不对 像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所说 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学已经在他里面合一了 合外吧人 原本是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也被接纳作为神的百姓了 所以一同合而为一了 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 有份与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先祖的那些祝福 孩子的病 那个叙利亚的妇人是吧 跟耶稣求医治他孩子的病的时候 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宠物小狗吃 没有骂人那个希腊语两个单词 他用了一个常识 桌子上的食物应该给儿女吃的 不应该给宠物吃 所以优先次序的问题 那他就听懂了这个话 他说是的 宠物小狗也吃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炸 如果有余生的恩典 或者掉下来碎炸 我捡一点 也与儿女领受的那个饼的恩典有份吗 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作为理解一下 我们吃的这个恩典 是上帝给应许给先给以色列人的恩典 亚伯拉罕的恩典 我们只不过是有份于他们 是吧 所以福音传的这个次序 先领到犹太人吗 他们先领受了恩典 我们只不过是有份于上帝 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而已 所以叫万民因你的那个后衣得福吗 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所以外邦人是因着犹太人谋恩的 我们有份于 所以我们这些野橄榄树 从来就不是敬畏神的民族 虽然亚伯拉罕之前也是都是异教徒啊 亚伯拉罕被拣选了 所以才生选民吗 以色列从他后出来生 就成为神的选民吗 西乃山沙利约 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 以色列人就成为神的百姓吗 他们就与外邦人分别出来了吗 特做神的选民了吗 神的百姓 其他的民族就相对于是外邦人了吗 异教徒吗 外邦人了吗 那我们这些外邦人 上帝也没有先给我们启示 虽然外邦人也有自然启示 但是恩约这种特殊启示 救恩的福音没有临到我们 我们本来就是野生的 但是嫁接在 有份于这个恩典之约 嫁接在这个 加橄榄树上 得祥这个根的滋润 所以我们就不要骄傲 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是讲这个 我们是野甘蓝 那不要因不可向的救侄子夸口 救侄子就是被折下来的那些 不信的犹太人吗 现在教会里面两伙人 一伙是信的外邦人 一些伙是信的犹太人 然后外邦人就觉得 你看保罗一直在骂犹太人 犹太人真的是这个 不行 然后我们外邦人你看 我们信了多么乖 亲看犹太人的话不可以 为什么 我们是野甘蓝 只借着他们的恩典 下接上了 借着他们暂时的刚硬 不过是福音临到我们 我们得以接 有份于这个加甘蓝 接受根的肥枝的滋润 我们就不可夸口 没什么可夸口的 前面已经处理过了 我们若说那枝子折下来 特为叫我们接上 不错 他们因着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不信的就灭亡 信的人就得用圣 所以我们传福音 就是这么劝人的嘛 上帝应许 救人的方法就是 借着福音的应许 去呼召人嘛 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不会说 上帝预定你了 你就得救 那我到底预定了 OK预定了就预定了 那我要该做什么 不知道 上帝不是 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谈预定论 上帝传 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是照着他设计的救恩的方法 让我们去宣讲 这个耶稣基督 已经成就的福音 欠人相信 劝人悔改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所以信的人就得救 不信的人就灭亡 那你不说 你不要说 这不是阿弥念主义吗 什么 这就是上帝救人的方法 信的人就得救 不信的人就灭亡 那至于讨论 为什么信 什么人信 我们说 蒙生拣选的人信 所以这个思路要分开 我们常常混在一起谈 所以自己都蒙了 自己都晕了 是吧 显明的旨意和 奥秘的旨意分开 神拣选了谁 我不知道 但是上帝去命令 我们去传福音 信的人就得救 不信的人就灭亡 这是神的应许 神救赎的方法 呼召 我们只能看见 眼见的现象 信和不信 对不对 信的人就得救 不信的人就灭亡 我为什么这样谈呢 因为 我们中国基督徒 这个以前是 这个传统的信仰嘛 然后后来接受 这个正统的信仰 学了议定论了 然后就脑袋里 这两个就 总是混在一起啊 所以有的时候 因着预定论 举足不前 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搭错线了 搭错线是因为什么 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不应该 考虑什么预定论的问题 上帝在讲 你传福音 信的人就得救 不信就灭亡 谈你信不信的问题 犹太人信就站立得住 不信就灭亡的问题 然后你就说 那拣选怎么办 预定怎么办 上帝的计划 就是大错线了 所以弟兄姊妹 这段经文 前面已经讨论完 神拣选预定的问题 他现在是谈 福音在历史当中 传播过程当中 人拒绝 然后就灭亡 人相信就得救 那如果挖根的话 当然他不信 是因为这个 就像前面所说的 给他们预完的信 蒙蔽了他们的信 对不对 那信的人啊 我就知道 最根源是 因为上帝 这个拣选的人 才能信嘛 然后上帝改变他们 光照他们 以至于他们灵魂苏醒 重生他们 使他们能够悔改 相信对不对 脱离那种 被蒙蔽 被挟制 不自由的那种 奴仆的状态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保罗说到 外邦人相信 不要因此骄傲 不要因为你们信 站立得住 不错 你们信站立得住 他们不信他跌倒 但是你们不要 骄傲自告 反倒要惧怕 为什么 既然他们因着 不信跌倒了 折下来了 上帝也不爱惜 你这个 后勉强 嫁接上的 也改来 保罗是故意 用这个类比去说明 在上帝救恩的 这个展开的过程当中 外邦人和 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 原本更接近 神恩典的 犹太人尚且 因着不信上帝 遗弃了他们 这个抛弃了他们 不能说遗弃 就是抛弃了他们 被折下来了 那你们如果 要不信的话 也同样被折下来 神机不爱惜 历史当中 自己拣选的 那个以色列百姓 当然也不会爱惜你们这些外邦人了 对不对 关键是持守信心 所以在这里面 保罗在劝勉他们 22节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 是像跌倒的人 跌倒的人 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 不信而灭亡的人 是严厉的 像你是有恩慈的 你是指信的外邦人 只是 只要长久在神的恩慈里 不然 你也要被抗下来 而他们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 信的人 神以恩慈待它 不信的人 神以严厉待它 这个前面 罗马书前面 已经谈到了 那些恒心行善的人 追求善的人 上帝就永生报应他们 那些横行作恶 刚硬背你的 上帝就永行报应他们 信的人 上帝以慈爱待他 不信的人 神以愤怒待他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学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也谈到了 我们这个人 为什么被神接纳 不是凭我们自己 注意 不是 所以现在的 在每个很多神学问题 一定要注意 上帝不是原样接纳我 原样是被中主 什么意思知道吧 我们那副德性 绝对不可能上帝 照着原样接纳我们 因着基督的缘故 我们被接纳 如果是原样暴露在神的面前 只能是神的愤怒 明白啥意思吧 心理学是你要接纳你自己 心理学 你自己原样要接纳你 你要自己饶恕自己 这样的话 你心里会舒服一点 这样做的确会舒服 但是圣经里面说的 上帝接纳我们 绝对不是 我们原来是罪人 我原来是拜偶像 我原来是吃喝嫖赌臭 原来是不敬钱的人 上帝就原样就接纳我 上帝救恩的目的是 恢复我们身上的那些 神的行星样式 他绝对不是照着原样接纳我们 是照着基督接纳我们 一定要注意这点 这个经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信的人 神的恩赐带他 不信的人 只有愤怒 为什么 以信心相信基督 基督的一批带在我们身上 基督的血遮盖我们 上帝才有恩赐带我们 在基督里上帝接纳我们 在基督里上帝爱我们 在基督之外只有审判和愤怒 所有在基督之外就是罪人 没有别的 明白啥意思吧 神爱世人注意那个爱不是爱全部世界的人 上帝因着他的爱出于他的怜悯设计救恩 但是不以为不要以为这个爱是那种乱爱 我们这个我们的父母爱爱到一定程度 邻居家的孩子也爱 然后仇敌家的孩子也爱 这个包括这个等等都爱 上帝爱他在基督里拣选的人 这个一定要整理哈 传统福音派教会在这个概念上是混淆的 不符合圣经的 圣经里面讲到的上帝爱 只有在基督里爱我们 爱他自己的选民 所以不可自告 上帝的恩赐和严厉 向那些跌倒不信的人是严厉的 当他们离开基督 离开福音的应许 暴露在上帝的面前 只有审判主和被审判者的关系 罪人强盗和警察的关系 法官和强盗的关系 但是当他们信的时候 因着信与基督联合 在基督里面 他们是儿女 与神和好 被接纳成为儿女 然后才有蒙爱的资格 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里面说 仆人的孩子和主母的孩子的区别 仆人的孩子生为奴隶 奴隶生为就是奴隶 奴隶的孩子没有资格在家里住 到了时候他也不可能承受产业 只有儿子才能承受产业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抬起来头好不好 地下有金子吗 为什么谈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么沮丧呢 难道没有感受到神的爱吗 所以以后再不要说 上帝照着原样接纳我 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歌词 福音诵歌因为不是神漠视的 所以神许上有问题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然后以后赞美队选歌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哪些歌可以唱 神许上有没有问题 唯一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正好今天撞到枪口上 双眼号枪口 因为这个经文正好讲这个 所以赞美队讲 别沮丧 不是这个骂你或者怎么的 就提以前 江珍他们也出现这个问题 我就给他们纠正了 所以就是心理学上常常讲 你要自己接纳你自己 对于那种已经抑郁到那种程度 我们需要鼓励他 其实用善意的谎言去鼓励他而已 免得他过于认真较真 最后自己就没法活了 对不对 可能会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对信耶稣的人说 上帝原样接纳我们 有点不对劲 上帝原样接纳我这样的人 是听起来很安慰人 但是实际上上帝不是原样接纳我们 上帝也不希望我们继续活着 像原来那样 对不对 上帝接纳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没有基督中保的话 我们只有被定罪 所以上帝接纳我们是因着基督的完美 基督完全的义 基督的血 所以我们不能夸 我这么软弱 上帝也爱我 上帝爱你不是因为你软弱 上帝爱你是因为基督 上帝对罪人的那种痛苦是有连续 但是这种连续是在基督里 不然的话只有定罪 因为我们自己犯了错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因此我们不可自夸 为什么 我们是野橄榄树被揭在这点上 然后蒙了连续 因着基督的缘故 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个严厉 像你们是有恩词的是因为你们信 只要你们长久在他的恩词里 不然你们也要被砍下来 这是一个警告 慕会性的警告 那有人说是不是到底 这个信了真信徒 会不会最终被砍下来 如果按整个圣经的教训是不可能 但是真信徒听见这个话会受提醒 真信徒听见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吗 真信徒上帝保守真信徒不跌倒的方法 除了应许吸引以外 还有就是严厉的责备 警戒 真信徒不只是因为应许得到鼓励 我虽然不完全 但是因着基督的缘故 上帝在基督里应许拯救我的缘故 所以我要更多的依靠基督 激励我们愿意来依靠基督 另一方面要警戒我们不要离开基督 真信徒会郑重听神的话 这就是主的羊听主声音的缘故 区分狼和羊的区别 就是一个是能听懂牧者的声音 另一个是根本听不懂 约弗仪十章里面谈到了 所以那些羊听到这些警戒的时候 他们就收敛自己 恐怕自己不信 所以这是从人的这个层面讲 只要你们长久在他的恩词里 不然你们也要被砍下来 所以有的人就根据这句话就推 哎呀那是不是信的人就会灭亡啊 然后就又想到预定论的问题 他们就搞不懂我们思想也要有范畴 在这个范畴里面 作者到底要说什么 是警戒我们免得我们不信 不要骄傲 不要这个松散 我们蒙爱了比犹太人强 然后散散漫漫 然后结果后来不信的话 你们也要被砍 所以你们要警 第一是要谦卑 第二是要敬畏 免得我们疏忽不信啊 所以这里面说到若长久不信的话 紧接着又解释犹太人的问题啊 他们若长久不信 仍要被接上 因为上帝能够把他重新接上 你们这些从天生的野橄榄树上 砍下来 尚其逆着性子 接在橄榄树上 何况那本树的枝子 要接在本树上呢 这里面就留了一个余地说 只要他们不是长久不信 他们仍要被接到这个恩典之约里面 说到什么呢 也是水平层面啊 他们信就得救 不信就灭亡 只要他们不是持续刚硬不信的话 那些信的人仍然可以重新进入到 神的恩典的约里面啊 后面我们看到保罗要处理的就是 整个什么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这是在神学界比较争论的一句话 那总之呢 我们讨论他们的时候 是整个以色列一个笼统的一个 整体性的概念啊 整个以色列整体上不是说少数信的人 整体上是不信的 因此他们整体上被神砍下来了 福音临到外邦了 他们跌倒了 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持续刚硬不信的话 由于他们悔改的话 仍然被接纳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理解上帝这样的 在历史当中展开这个救赎计划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角色的这样的互动 先临到以色列人 他们刚硬不信 整体上刚硬不信 然后他们夺去了他们这个机会 然后给外邦人 外邦人信了 然后激发他们 他们要悔改的话 就接纳他们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啊 因此作为外邦的教会 我们站在外邦人立场 因为他们跌倒了 所以我们有得到了这个福音的机会啊 我们信了 因此我们不能骄傲 看不起犹太人 反而要感恩 反而要谨慎啊 敬畏 因为犹太人尚且因着不信跌倒 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更加要持久在信仰里面啊 然后他说 重新接上 就为下面讨论 埋下了伏笔 将来有一个时期 可能犹太人会很多人悔改信主的这样的情况 在下一周里面我们会处理啊 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问题 可能重点是从客观上谈了 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救恩的过程当中 先后的问题啊 那还有就谈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作为外邦基督徒应该保持应该怎样的心态 虽然也处理了这个预定和救赎的过程和方法的问题 我们借着信得以站立得住 借着信进入到基督里面蒙上帝的恩赐 如果我们不信 拒绝基督的话 那我们只有是愤怒的对象 因此我们既要谦卑又要谨慎 免得我们持续不信 或者说背信弃义等等 这样的情况 让我们知道常在基督里 才有神的恩典和灵敏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